另外我們把鏡頭來到了台南 有名男子在吸毒之後 開車上路 結果在路上就自撞了中央分隔島 警方發現了他精神恍惚 而且言辭閃爍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有吸毒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記者 男子睜眼說瞎話 毒品咖啡包就放在車子擋風玻璃前 還裝模作樣 嫌犯吸毒後精神恍惚 還開車上路 經過台南市海淀路時打瞌睡 一頭撞上中央分隔島 車輛自撞中央分隔島 車頭毀損打橫在路中央 警方前往處理 駕駛沒有受傷 可是精神不計 言辭閃爍 吸毒開車因此露線 被依毒品和公共危險罪嫌送辦 撞壞的便電箱也要一併賠償 記者姚無華才能報導